加拿大肃理的慈激志工从2007年开始 就为肃理纪念医院来筹措医疗基金 5年来募款方式包括了意卖粽子、洗车 还有柴水果的方式 一共捐出了新台币大约506万元 可以为医院的新急诊中心来添购病床 每年至少可以帮助600位病童 大爱常好 1800多个日子 素理慈激志工和慈青 包粽子二手易卖耕种爱心菜园 为筹措病床基金医疗设备而努力 过程或许遇到过困难 但看着影片回顾 尝到的是甜蜜的滋味 谢谢苏智庄团 加拿大为你的重要的帮助 在苏智庄团集团的医院 保障医院的防御医院 你的恩赖的语气 在苏智庄团 实在证明苏智庄团的筹措 在苏智庄团的行动 在下纷纷好好的小钱 集结成大爱的力量 主统岁月的精神 从台湾到加拿大 为苏里居民的健康 加强了防护网的保障 在新闻真上美志工 梁玉燕 黄天华 加拿大报道